然后我们来看啊 我们说在这的话 我们来看第二个啊 是数据库管理系统 是我们的DBMS啊 对吧 DBMS的话 首先我们所说的啊 知道是什么是DBMS 也就是说是位于啊 应用程序和我们的存储数据之间的 你看它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数据管理软件啊 对吧 是我们的数据管理软件啊 它其实我们所说 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 就是把我们的应用程序 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应用程序 和我们的数据之间啊 去做一个啊 做一个管理啊 做一个管理啊 大家把第一句话 接下来就可以了啊 第一句话可以啊 它是位于应用程序和存储数据之间的 一层数据管理软件啊 数据管理软件 它是位于应用程序和存储数据之间的啊 一层数据管理软件啊 数据管理软件 然后鞋块的同学 大家来看啊 DBMS的一个用途啊 DBMS的一个用途 你会发现它和谁是很相似的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你看DBMS它一个作用 你看是不是和咱数据库的什么呀 是不是数据库的一个作用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其实就在这的话 我们相当于啊 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话啊 相当于它在这部分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啊 其实我们说整个数据库啊 整个数据库研究的啊 研究的两块东西 一个就是DB我们的MS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DB 也就接下来讲的 我们说是DBS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俩是 我们整个数据库的一个最核心的啊 最核心的两个部分啊 两个部分啊 也就是说你看DBMS的用途的话 我们说是科学的去组织和存储数据 然后呢高效的去获取和我们的维护数据啊 然后维护数据 这句话其实不用去介意 就是你在上去是不是输医户技术旁边 括个括号是不是把它给写起来 对吧 括括号写起来之后的话啊 然后呢你去给它写上一个就是 DBMS的一个用途啊 DBMS一个用途 你就在输医户技术旁边啊 括号写一个啊 也是DBMS的啊 DBMS的一个用途 然后咱继续啊 咱继续往下来说啊 我们来看DBMS的话 它有四个啊 它有四个功能啊 这次我先不要着急去记啊 一会儿我让大家再去啊再见 第一个功能的话是什么呀 是我们的数据库定义功能 定义功能的话也就是说啊 在这的话你看它利用DDL这个 大家在这的话可能对DDL不是很熟悉 这个是数据定义语言 也就是数据定义的话 我们说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就是啊 可就是包括三部分啊 包括三部分 这个话咱等明天应该是明天能够讲到的啊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库语言啊 这个数据库定义功能的话也就是说把我们编写的啊 编写的你看是不是原模式 也就各级原模式 你看编译成什么呀 编译成是不是我们的目标模式 对吧 这个目标模式的话 你看什么是目标模式 也就是对数据库结构信息的一个描述啊 对结构信息的一个描述啊 然后的话其实相当于就是我们所说 也就是对我们的数据库的一些创建啊 或者修改啊对我们数据库的一个删除等等这些操作啊 等等这些操作啊 这个啊要去注意 这数据库定义功能的话 你就记清楚啊 他就是对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操作 一句话啊 就是对我们数据库的一个操作啊 数据库定义功能啊 定义功能啊 主要是啊 这样一句话啊 数据库定义功能啊 他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对数据库实现我们的创建 修改和删除 对数据库啊定义功能就这样一句话啊 对数据库实现定义 啊不是哪个定义啊 叫什么创建修改和删除啊 修改和删除 只有这三个操作啊 是属于我们的数据库定义功能所做的一件事啊 数据库定义功能啊 这样一句话啊 是对我们的数据库啊 实现 创建 修改和删除啊 修改和删除 这是数据库定义功能啊 是对数据库定义功能啊 是对我们的数据库进行创建 修改和删除啊 修改和删除 这是数据库定义功能啊 他所做的一件事啊 所做一件事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第二个 是不是数据库的什么啊 是不是操作功能啊 对吧 操作功能的话 我们说是单独的数据操作员DML 这个操作员的话啊 咱也是跟DDR在一块的啊 去编译我们 就是利用我们的啊 操纵员去编译我们的程序 然后实现对数据库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操作 你看这个基本操作的话 我们主要包含我们的检索和更新 这个检索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 就是查询啊 就是查询 也就是说在这的话 大家记得一句话 就是数据库的操作功能啊 然后冒号写上就是 检索和更新啊 或者想想学习一点 就是对数据的检索和更新啊 数据库的操作功能啊 是对我们的数据进行 检索和更新的 数据库的啊 操作功能啊 主要对我们的啊 主要对我们的数据啊 进行检索和更新啊 检索更新 这个检索就是查询的意思啊 查询的意思 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啊 第三个的话是我们的数据库的一个保护功能啊 你看它的保护功能的话 你看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先不用去记啊 第一个你看是干什么啊 是不是数据库 你看是帮助数据的一个什么啊 是不是恢复啊 对吧 然后的话我们说是数据库的一个 并发控制 也就是控制我们的数据的 以及我们所说 是不是保证数据的一个 完整性和安全性啊 对吧 也就在这儿的话啊 你们就记一个数据库的保护功能就可以 后边我觉得不用去详细去说明的啊 不用去详细 就把它的功能给写出来就可以了啊 数据库的啊 保护功能啊 它其实就是保护我们的数据啊 不受损 准确来说就是不受损 数据库的保护功能啊 就记这一句话就可以了啊 对如果你啊 实在觉得不太好理解的话 也可以讲就是对我们的数据啊 保证数据一个恢复控制和完整性 就记这个啊 恢复对吧 数据库保护功能 然后冒号写个恢复控制 然后完整性 然后我们的安全性啊 保保证啊 保证数据的恢复控制 完整性和安全性啊 完整性和安全性 感谢观看 保证数据库的保护功能 保证数据的恢复控制完整性和安全性 然后我们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是不是数据库的是什么 是不是维护功能 看清楚这是维护功能了 维护功能的话 我们知道你看包括我们说对数据的一个导入 对吧 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 有时候数据进行一些修改 或者等等一些操作 包括我们说数据与数据之间的格式的一个转换 包括它的一个存储方式 还有就是数据库我们说性能的一个监控等等 也就是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维修工艺 如果一旦数据库我们说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是不是它能够及时去找到问题所在 对吧 也就维护的一个作用 大家就记这一句话就可以了 数据库的维护功能 后边不用去记 因为你会发现数据库里边 它对数据的一些操作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数据库的 数据库的维护 维护功能 维护功能 数据库的 数据库维护功能 你看这四个功能 谎不说都属于谁啊 是不是都属于我们的 DVMS的四个功能 DVMS的四个功能 这个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来看DVMS的一个优点 DVMS的优点 也就是第一个的话 是我们相互关联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集合 也就是说我们在对 在对我们的数据进行模块化 分开之后的话 我们说是不是每一个模块的数据 是不是都有一些关系 或者一些联系啊对吧 这个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讲 等咱讲到表的操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说 有时候你去对一个表中的数据 做查询的时候 你一个表是满足不了的 你需要去在多个表中去查找数据啊 对在一个多个表中去查找数据啊 这就我们所说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数据的集合 也就是说当前的啊 某一个某一模块当中啊 或者某一个小区当中 我查的数据不能满足我 然后我还在到另一个模块 或者另一个区域当中再去做一个查询啊 再去做一个查询 这是第一个优点啊 相互关联的一个数据集合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是较少的数据荣誉 其实我们所说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整个数据库的一个特点啊 对吧 也就是较小的一些数据的一个重复 然后的话我们说大家记清楚 我们说程序和数据是干什么呀 是不是相互对立的我们说是他们之间相互对立 只是通过我们的DBMS 是不是给他们之间建立一个互通的一个桥梁啊 这个要去注意了啊 这个要去注意啊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保证我们的数据安全可靠和正确啊 安全可靠和正确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所说保证我们的数据可以并发水 也就是说是一起使用而且我们所说保证一致性 也就是实现我们的数据的一个同步更新的过程啊 同步更新的一个过程 同步更新啊 同步更新 也就是说我一旦对我的数据啊 做了更改之后的话啊 我得保证我数据库中的数据啊 也来去进行更改啊 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更改 这啊 这五点啊 这五点 我按错 等会儿啊 这五点的话啊 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DBMS的一个优点啊 DBMS的优点 一定要结合着啊 咱前面着啊 前面的来说 因为他们之间有很相似的啊 很相似的地方啊 数据可以变化 数据可以变化 使用啊 并能保证一致啊 保证一致性 也就是说这个一致性指的是我们所说啊 你在外表对数据做了一个同步 或者在应用程序里边对数据做了一个更新 你来保证你数据库里边接收到的也是最新的啊 最新的数据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DBMS的啊 五个优点啊 五个优点啊 然后既然的话啊 咱继续啊 咱继续往下来说啊 这个记完了吗 记完了啊 这样就切下一页了啊 切下一页了啊 我们来看啊 当下流行的啊 我们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啊 你看第一个谁啊 是我们的Oracle啊 对吧 也就我们现在啊 现在用到的啊 现在也就是下一个啊 下一个会讲到我们的Oracle Oracle啊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 不要大家去解啊 也就是因为广泛 我们说它的功能 现在说是比较强的 就是分布式的一个啊 数据库管理系统啊 数据管理系统啊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关系 对象型的一个数据库啊 等会我们说会给大家讲到 这个关系和对象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这会不明白啊 也就是说陌生也是很正常的啊 陌生很正常的啊 也就是其实在这说一下吧 这个关系其实相当于就是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表啊 其实就是一个表 也就是说现在 也就是说Oracle里边 它的数据的话 大部分我们说 这分模块去划分 但是这个模块的话 我们说通常都是 都是以表的形式去体现出来的啊 去体现出来的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Massarco 也就是咱讲的第三个数据库 就是Massarco啊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所说快捷可靠 然后的话我们说还是开源 开源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就是免费的啊 对吧 我们说啊 我们说啊 其实相当于就是在 PHP 也就是说你像就是之前 比如说学PHP的同学 他们已经发现他们主要讲的一个数据库就是Massarco啊 Massarco包括以前就是做开发的时候 他们开发啊 开发用到的数据库也其实都是Massarco啊 Massarco会多一些啊 会多一些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三个就是我们的Sarco Server 对吧 Sarco Server的话主要是针对咱们测试啊 咱测试测试可能会用到去多一些啊 这Sarco Server的话我们说是有五个版本的啊 五个版本的05 08 然后好像还有12还什么的啊 也就是说咱主要大家记住 我们说把我们的对08选好就行 其实你把08选好的话 它和05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最早的时候就是最早就是做软件测这个行业 就要求去掌握的数据库 大部分都是Sarco 2005 直播现代化现在改成就是2008 但是你会去去发现 你在软件2008 然后你再去看2005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们俩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相似的几乎都能达到99%左右 也就是说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一模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 就是它的一个应用性比较好 也就是说别方便咱的一个使用啊 方便咱的一个使用 所以说在这的话 就是说咱这个专业的话啊 主要是用到的就是Sarco Server Sarco Server会多一些啊 然后的话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db2这个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应用系统啊 应用系统就叫好了可伸缩性啊 这个的话其实最早出现的时候主要是用于商业一些用途的啊 咱几乎是用不到这些的啊 用不到这些的啊 这是啊这是我们所说啊 常见的一些我们的dbms就是数据库管理系统啊 就咱的Oracle啊 Messarco Server就是属于的啊 就是属于的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第三个是我们的数据库系统啊 对吧第四个了不能说第三个了对吧 第四个的话我们说是数据库系统的dbs啊 dbs也就是你首先的话我们来看dbs它的一个定义 我们说它是有什么呀 是不是数据库 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我们的开发工具 咱现在咱今天装的是不是就是咱的是不是数据 是不是就是咱的开发工具啊 对吧 也就是咱用来啊 用来编译我们的啊 编译我们的数据库的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包括应用程序 数据库管理员和用户构成 大家在记得时候 我建议大家去用一个等号的形式 就是算数符号的形式 就是数据库系统对吧 dbs等于比如说数据库对吧 db 然后的话我们说加上我们的dbms 对吧 dbms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应用系统 加上数据库管理员和我们的用户啊 其实你就把它看成一个等式啊 看成一个等式来看待的啊 大家下边这三个阶段先不用去剪啊 先把上面的这块给记下来啊 给记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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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记完的话啊我们这数据其实可以去小小总结一下啊 我们说整个数据库的一个构成 我把这给查了啊 你看我们说整个啊整个我们数据库啊数据库一个构成体系啊数据库构成体系啊构成体系啊 你看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最早是我们说是有哪哪次部份组成的啊 是不是一个是我们的是不是数据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啊 是不是我们的啊 是不是Data啊对吧 我们说Db的话是什么啊 是不是Data啊对吧 我们说最早是不是我们说是不是Data对吧 我们说Data的话我们说所有的Data数据放在一起的话我们组成了谁啊 是不是咱的数据库我直接写写英文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的Db啊对吧 我们说把所有的Db放在一块的话其实就是构成了我们的啊DbMS啊 也就是剩下的话我们DbMS我们说再去构成的话 我们要构成了一个最大的是谁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数据系统啊对吧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他们四个之间的一个关系 大家的话我们说说说第三層我们说说DbMS之外 我们说是不是还有我们的用户啊是不是还有我们的数据管理啊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啊也就整个的啊也就是说他们四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大家一定要去理清楚啊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构成我们的数据库 数据库我们说多数据库放在一块就构成了我们的数据管理系统 最后又放在我们的是数据库系统啊这个啊这个圈的话啊 需要大家去注意啊他们之间的啊他们四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四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然后你看现在你会发现谁最小啊是不是咱的数据啊对吧 要谁最大啊是不是咱的数据库对数据库系统的DBS啊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简单的去画一下对吧找空白处去画一下他们之间的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数据库系统的发展的啊发展的三个阶段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啊数据库系统的发展的啊发展的三个阶段啊 这个数据库整个的一个数据库系统啊就DBS它发展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的网状数据库 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是我们的层次啊层次数据库 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关系数据库啊关系数据库 就是说目前我们用到的是什么啊我们用到的是对 我们用到数据库都是属于我们的关系型数据库啊关系型数据库 也就是说啊这个数据库这块啊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啊 一会大家接完的话可以去打一个星啊打一个星 要知道我们说数据库系统的发展啊经历了三个阶段啊 网状数据库层次数据库和关系数据库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啊这三个在这三个阶段当中 或者这三个数据库当中说都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啊去组织我们的数据的啊 什么样的形式去组织我们的数据的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网状数据库的话 你看它组织数据的一个重要方式是什么呀 是是不是我们的网状模型啊 也就是说中间我们所说的啊是以网状模型去来去组织我们的数据 这个网状模型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大家来看啊这个网状模型指的是我们的什么呀 大家来看这块是不是我们的图形结构 也就是说我在网状数据库当中数据形式的一个保存方式 是不是都是以图形的结构去来保存数据的啊对吧 这个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啊网状数据库啊 大家介绍你看网状数据库对应网状模型 以网状模型的形式去组织我们的数据 但这个网状模型是以什么样的结构去体现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在一个箭头见过来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图形结构啊 是以我们的图形结构去存储的啊 然后的话我们说第二个数据 第二代我们的发展是经历我们的层次数据库 层次数据库当中我们说对数据的一个组织方式的话 它是采用的是我们的层次模型 这个模型当中是怎样的形式去表示数据呢 大家来看你看我们说层次模型 你看它是以数型的结构啊 去保存或者去显示我们的数据的啊 去显示我们的数据的啊 层次模型当中啊 层次模型当中我们说采用的是我们的层 不是那个层次数据库采用的是我们的层次模型 来组织我们的数据啊 然后层次模型的话我们说它是以图形的结构啊 以图形结构去保存或者去显示我们的数据 最后一个的话是我们的关系数据 关系型数据库啊对吧 关系型数据库大家注意它是我们所说的是 关系模型啊去组织方式 这个关系模型当中我们说它长啥样的 或者我们所说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体现的 你看它什么呀 是不是简单的什么呀 是不是二维表结构啊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是表结构就理解 你就理解成我们说是以表的形式啊 是以表的形式去存储 或者去展示我们的数据的啊 展示我们的数据 每一个阶段啊都有不同的模型 或者有不同的结构来去表示或者存储我们的数据啊 一定要记清楚啊 这个一定要去打折动号啊 这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啊 这是简单的二维表啊 别写成二维码了啊 我之前检查同学比较数 是给我写个简单二维码结构啊 这这那时候还没还扫不了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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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